大家好,今天来分享一个简单又美味,弹性十足的纯素榨菜红薯粉皮 先取一整张红薯粉皮,用剪刀剪成小片,大概像这样的大小 然后加入适量的温水,浸泡10-15分钟,把红薯粉皮泡软 趁这个时间,我们准备几根干辣椒把它剪成小段 取几根小芹菜,切成小段 再取一包纯素的榨菜,改一下刀,稍微切小颗一点 泡软的红薯粉皮,沥干水分 然后再用凉水清洗一遍 再沥干水分放一旁备用 起锅,稍微多放一点菜籽油 先放入干辣椒,把它炒出香味 然后放入榨菜一起翻炒 随意的翻炒几下就可以了 这时候放入我们泡好的红薯粉皮 用筷子稍微的拨散一点,然后迅速的翻炒几下 炒了大概两分钟左右 炒到这样透明状就可以了 最后下入一勺生抽,再适当的加点盐 再倒上小芹菜 再一次把它们翻炒均匀 炒均匀后就可以关火 再淋上一点点香油就可以出锅了 简单又美味的纯素榨菜红薯粉皮就做好了 大张的红薯粉皮吃起来弹性十足 再配着脆脆的榨菜 一个人就能吃掉一整盘 好了,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 by bwd6 感谢观看